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07集 如鱼得水 甚至在这预见上也有记录在白小春之前 这悠久岁月里曾有三位星空倒计宗 如今已经陨落的天人老祖 也修炼过此法 里面也有这三人的一些修炼心得 其中大都是语带遗憾 更有一人说出 如这日月长空诀完整 以此修至半神 那么哪怕在半神中也都可以成为强者 实在是词法太过霸道 与其他天人道法完全不同 炼化天地灵力存在于体内 在自身体内形成日月 不断的蕴阳后 一旦日月从体内升起 就可让苍穹多出一轮太阳 多出一轮浩玉 其威力之大 足以让人惊心动魄 而且修炼此法 不需要有任何提前的辅助之功 只要到了天人境 就可修炼 如能包容外相 可与任何功法完美契合 只是 其缺点一样让人无奈 只有前三层 甚至这第三层 还是后人推演出来 与真正的第三层 必定存在一些偏差 而一旦修炼 要么就是此生 终止在了天人中期 要么就需要在天人中期时 改变功法 所以至今为止 也就只有三人修炼 而且最后都是在天人中期时 换了神通 其他的不适合啊 不如就修炼这个 我虽没有后续的功法 可我那弟子身为明皇 无所不能 更是聪明绝顶啊 说不定 他能给我推演出后面的那几层 白小纯 仔细的衡量之后 一咬牙 拿起日月长空诀 一晃之下 走出了星空阁 出现时 已回到了其居所之处 立刻就闭关研究起来 越是深入了解 这日月长空诀 白小纯就越是心跳加速 觉得此功不应该叫日月长空诀 如此厉害 该起名叫日月惊天诀才对 前三层都是养月片 直至第三层大圆满后 就可让体内运养之月横空出世 而中间缺失的三层 应该就是养日片 这么看来最后的三层 莫非就是日月同初 辉煌苍穹天地 白小纯吸了口气 感慨之余 也开始尝试修炼 同样的 对于修行不死血所需的生机之力 以白小纯现在的身份 直接就从星空道极宗内 调出大量拥有往生生计的草木 更是以其太上长老的身份 发布了宗门的一道任务 使得整个星空道极宗的单道修士 都来为他炼制丹药 只是那些人炼出的丹药差强人意 白小纯还是觉得自己炼制的会更好 可他纠结了好久 最终只能长台一声 我不敢练哪 每次练丹都出点意外 如今我在这宗门内 上面还有半身老祖呢 一旦出了事 就麻烦了 白小纯觉得有些遗憾 只能勉强用那些弟子的丹药 虽然如此 可在量大的情况下 也使得他在修炼不死血上 有了突飞梦境 可他心里还是纠结自己 没法亲自去炼丹的事情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 白小纯沉浸在修炼中 无论是不死血还是日月长空绝都不断的提高中 他也终于感受到了身在一个大宗门内 而且处于近乎巅峰的地位后 能享受到无与伦比的修炼资源 可以说这三个月 他消耗之大 若是放在逆河宗 不说把逆河宗吃空 也必定让逆河宗元气大伤 但如今在星空倒击宗 这些耗损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要知道在长城没有崩塌前 长城上的消耗要比白小纯这里大了太多太多 就算是那样 星空倒击宗也都能始终源源不绝的攻影 可想而知 星空倒击宗数万年的抵御 其深厚的程度实在是难以想象 甚至白小纯对比之下也已发现 同样是半神 可奎黄城的四大天王 与通天河区域的源头宗门之间 差距不小 先不说两个半神之间 谁强谁弱 仅仅是从势力 与资源上 源头宗门就足以碾压 葵黄朝的天王 不过虽如此 可白小纯在如今这个高度后 也同样发现了通天河区域的弱点所在 那就是战役与彪悍 相对于蛮荒内艰苦岁月成长起来的魂修来说 通天河区域的修饰 大多数都如同温室的花朵 无论是血性还是野心都不如蛮荒之秀 或许也正是因此才使得双方处于某种程度上的平衡 只是如今随着长城的崩溃 很难说这件事情对于蛮荒以及通天河区域哪一方有利 此事太大 白小纯只是略一琢磨就觉得头痛无比 索性不去考虑 爱心修行 同样的 在这三个月里 他挥下的势力增长也是惊人 张大鹏 与徐宝才二人 不愧是在星空倒计中混了这么多年 虽平日里都是小心谨慎 可终究还是有属于他们的人脉 短短的时间就拉拢了大量的星空倒计中内原本不得知的弟子 成为了白小纯这第六位太上长老的势力 其中原营长老足有九位之多 冯友德正是其中之一 至于杰丹以及铸鸡秀氏更是数量庞大 隐隐的已在星空倒计中内出现了自成一脉的气势 这方面实际上要归结于白小纯当年在空城市的经验 使得张大胖与徐宝才收获多多 几乎都是拿着赵搬出来 同时推陈出新才使得势力的建立速度如此之快 而李贤道那里给白小纯的交代也有了结果 李贤道对于这件事情很是果断 原本他也没打算那么狠利 可在了解了真正的情况后 他心知肚明 自己一旦没处理好 怕是之前的话解就会成为炮影不说 与白小纯之间的关系也将更为恶励 而他身为天然老祖 子嗣众多 自然果断 直接就将那位怼张大胖 与徐宝才出手的原鹰长老的人头送到了白小纯的面前 至于李元胖则是被废了修为 关押在原本关押张大胖与徐宝才二人的牢狱之中 此事做的让白小纯也都说不出什么 张大胖与徐宝才更是满意 如此一来 也就缓和了关系的同时 多多少少也化解了之前因你和宗而起的摩擦 与此同时 随着白小纯的地位的稳固 随着势力的扩展 根本就不需要他去说什么 空城内他的客栈茶馆 被纠缠雀巢的天空会 恭恭敬敬的归还 而天空会当年的那位大头领 也都哆哆嗦嗦的亲自求见白小纯 那一脸恐惧忐忑的样子 生怕白小纯不遇 其心中的感慨更是无限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当年与自己天空会争夺空城资源的白小纯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摇身一别 已成为了需要自己仰望的星空倒几宗 第六位天人太圣长老 对于天空会大头领的求见 白小纯欣然接受 也没有去多说什么 他觉得自己在这天空会身上还是学到了不少学问的 否则的话在魁黄城时面对九游王世子的刁难 面对那两个玄品炼魂师他还真没有办法去处理 不过他越是没说什么天空会的大头领就越是紧张 离开后全身被汗水尽头风一吹就忍不住的凉嗖嗖的 与他一起到来的徐宝才眼珠子一转 立刻就恐吓了几句 吓得天空会大头领回去后赶紧送来一大笔赔偿 这才让张大炮与徐宝才满意 时间再次流逝 又过去了树域 白小纯在星空倒计宗已彻底站稳 其势力也成了规模 其名气已然传遍通天河区域 被其他三百源头宗门也都知晓 甚至满荒州也都听说了星空倒计宗的这第六位天人白小纯 一时之间 满荒内人人咬牙切齿 可心中多少都觉得这个白小纯神出鬼没 要知道在他们的认知里 对方这些年可都是在满荒州 可到了最后也都没人找出这白小纯的一丝踪迹 而知晓白小纯在满荒身份的那些高层强者 一个个都心中感叹无限 尤其是大天师 在其天师殿内拿着有关星空倒计宗的情报 两久不语 聚鬼城内的聚鬼王也在知道这件事后 嘀咕了几句 小兔崽子 临走前也不和我说一声 等我下次看到他 非揍死这小崽子不可 与此同时 在蛮荒的苍穹中 虚幻里似有一条长河 河水深处有一座黑色的宫殿 此刻穿着地袍 带着地关 一脸威严的白好 其脸上的颜色与冷漠 只有在看向星空倒计宗的方向时 才会化作柔和与如样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